这条题目就讲到有一个关于x的线性方程 那关于x的线性方程呢 首先我就可以将它表达成为 ax加b 这样的方位 然后呢 就说 这一个expression就是这个线性方程的完全立方 完全立方也就是将刚刚的expression 给它三次方 然后我们就要比较一下 究竟这个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第一件要讨论的就是 这个x三次方 我们看到前面没有一个系数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炸开的话 最大的x线就是a的三次方 的x的三次方 那我们知道 a 应该是这么说 我们知道这个x的三次方的系数 就是a的纳方 那a的纳方 但是出到这里没有什么 就是1 那所以呢 这个最终呢 都会变成1 那所以呢 这条色简单一点 起见呢 那我就可以写做x 那前面是1 那我不用写了 那加 那不要经常用ab了 我加一个数字下去 那这个数字呢 那我就叫做k 有新的constant 那我平时都要用k来做的 那啊 然后呢 就说这个东西的三次方 那然后等于什么呢 那这个纳方公式 我们有了 就等于x的三次方 加3 乘以 kx的二次方 再加3 k平方的x 那然后再加k的纳方 这样子的 那啊 那啊 然后呢 我们是时候就把这一条色 这一条色啊 整条拿下来 去讨论一下啦 那我们就 目的是要找出mr 怎样可以造就到 题目 想要我们找到的这种关系的 那啊 那我们直接拖出来看看 那啊 由于 上面等于下面 这个就是题目的要求 那啊 那我们看一次啦 那啊 这一条色就说到x的三次方 加mx 二次方 再加nx 那啊 然后再加r 那啊 那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啦 m 那可以等于什么啦 那m 就等于这个3k 那n呢 一模一样 那等于3k的平方 那最后 那最后 当然不少的就是r 等于这个k的立方啦 那我们有了这种关系之后呢 很简单 我们可以直接 夺进去题目想要我们夺的东西啦 那我们就会有 3个mr 那这个东西呢 就等于 等于什么呢 我们先夺啊 那等于3m是什么呢 m在这里 那乘以3个k 那啊 那啊 然后r呢 r就是k的3次方 那这个东西 加起来呢 就可以写成 9 k 就是4次方 那啊 那啊 然后呢 那n的平方 n的平方又是什么呢 那我们在右边看啦 那我们可以写成为 这一个啊 也就是3k 平方的平方 那啊 那这个东西 以wari出来 最后呢 那我们就会得出 9k的4次方 那啊 那左边呢 等于右边 那所以呢 我们就行证到3mr 就等于n的平方啦 那就是这么简单啦 那啊 好 那 vid 有一种 那个 是 呢